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必须要有这样的敏感度 那请问一下一个公司 一间公司 你觉得除了有业务主管 请问还有什么主管 制造主管 对不对 还有什么主管 财经的相关的主管 对不对 好 例如说好了 例如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产品 我们就以产品来做分析好了 因为桌子不是 桌子想不想知道到底桌子它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桌子是不是只有一种 不是 你看我们这边的产品ID有看到吗 产品的ID 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分成它的产品名称 它依照类别 依照纸类别 依照产品名称 那请问你 你觉得产品名称 类别有三种 类别有19种 那请问一下产品名称有几种 我们算算看好不好 产品名称有几种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做产品分类 那产品总共有几个呢 我用卡片 卡片 然后勾选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 然后请把这个栏位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叫做计算次数 可是当我们这样勾选的时候 它这边是不是告诉我有一万个 一万个产品 这是因为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只要有出现一个名称 它就算一次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知道单一 单一 就是不管出现几次 我只算一次 这叫相议次数 相议次数 好 等一下 我们总共产品有 1953个产品名称 有没有问题 没有 1953种产品名称 请问一下 你想没有知道 那 例如说恶客户买什么样的产品 对不对 刚刚是不是只有看到类别跟纸类别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去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产品啊 什么产品出现问题 可以吗 所以请问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不可以把产品分成三级 因为我要去看产品嘛 所以我是不是要把产品名称分成三级 分成三个类别 第一个类别可能是 因为我们最基本的看这件事情 应该还是要看有没有利润 为什么 因为这家公司没有利润的产品太多了 所以值不值得 我们来做分析 当然值得 可以哦 所以 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又可以把这个产品做 依照产品名称来去针对什么 利润 有没有利润 来做一个产品的分类 来做一个产品的分类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 请问我们要做什么分类 产品分类 那产品分类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分成一级产品 或者是A产品 或者叫主力的产品 还有什么 C产品 那可不可以叫做一般产品 可以吗 我主要就是区分 A产品就是卖得很好的 也有钱可以赚的 然后C产品是什么 是不是卖得很好 可是它利润居然是 小于零的 一般产品 就是其他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我一样可以这样去设 比如说 高于平均销售 而且利润是有的 可以吗 所以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值 销售这边通通不改 然后利润大于零 有看到 好 所以这是什么 这叫A产品 然后接下来 如果利润小于零的话 是不是叫做什么产品 C产品 然后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这边是不是叫一般产品 请问 针对这样子的产品分类 有没有问题 都可以看得懂 然后接下来 我们有了这样子的认识 把产品分好类 分好类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动气说 这个C产品到底是哪几个产品 然后那个缩毛利率 它应该用递增的方式 如果是A产品 要记得用什么递减的方式来排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这个产品分类 产品分类 之所以这样做应该没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如何去把这件事做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先去滑鼠右键点 点订单 任何一个栏位 请问是新增量子 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 为什么 我针对每一个产品名称 我都要去分出来 我针对每一个产品名称都要分出来 可以吗 所以这个时候 滑鼠右键 新增资料行 其实做法跟刚刚一模一样 可是重点就是你要会分类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呈现的是 新增资料行这边 这个叫产品分类 产品分类 产品分类 亦府 这个逻辑值是什么呢 这个逻辑值是不是销售要大于零 销售要大于平均销售 还有利润 所以我必须要写end 这个逻辑值的 然后接下来 选择这一列的销售额要大于平均销售额 右瓜胡 右瓜胡 这样是不是就对称到了 然后接下来 这边逻辑一写好了 逻辑二 就是一撇 利润 利润 订单的利润 要大于零 然后end 是不是就写完了 end 写完之后呢 这边这个if的逻辑也写完了 所以逗号 这是A产品 A产品 逗号 好 在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有两个 就是c产品跟一般产品 所以我是不是又要再写一个if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if 刮胡 然后接下来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值 那就比较单纯就是 利润 大于零 小于零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c产品 逗号 还有什么 一般产品 然后右刮胡 右刮胡对称到这个if 所以还要再一个右刮胡 就会对称到这左边这个if 好 那我们按一下enter 其实会发现 它跟刚刚的一个分类一样 只是现在重新换一个名称 叫做一般产品 我重点是要教你一定要会做 针对你现有的资料来做分类 因为我这边判断的依据都相同 好 然后这边是不是会看到产品分类 所以这产品分类 好客户就是A产品 因为我的条件都写的一模一样 好了 那我们就简单做出这张图 这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做另外一张圆形图 我们有哪些产品呢 好 产品分类 产品分类里面 所以我们依照什么来去 一样以销售额来去分类好了 然后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一般产品 A产品 C产品 好 那A产品它所占比例一定跟那个 刚刚一般客户所占比例一样 所以我们还是把详细资料里面 呈现类别跟总计百分比 稍微把字稍微放大一点 好 A产品 61.7 C产品 C产品 18 大概将近20% 你看跟客户分类这边做出来 18 有看到是差不多的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我只是为了 我只是为了要告诉你 就是说 这个分类真的很重要 你分好类之后 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来去探索 这个C产品 这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你不这样子分类 请问你 你是不是就没办法去动静到这个 这个 就是利润 没有利润的产品 它到底什么状况 因为这边 有没有没有利润的分类 没有啊 它这边的分类的依据是依照什么 类别 子类别 这个分类的依据是依照利润吗 不是 对不对 这样有听懂 可是当我们数据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希望针对 例如说利润 以及销售额之间的关系 来做产品的分类 如果需要 这个时候 你就必须要刻意的来去做产品分类 有听懂哦 等一下我就要请那个 同学回答我 我们现在看到另外一个资料 你为了要看到这个真相 请问你要做什么的分类 听得懂吗 不然 你后面就算再怎么会做那些图 我觉得意义都不大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完成这两张 这两张 尤其是产品的分类 这两张 以BI来说几乎都是以有没有赚钱 为依据 所以在这边做的一些分类都一样 那各位 其实如果说我们以订单日期来去做那个划分 然后发现C产品发生在2016是最多的 而且多多呢 它还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哦 你看在这边 在这个地方 从0.7个百万直接跳升到1.1个百万 所以它是不是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而且2016年增加的幅度蛮高 好 那最好最好不要有 但是如果一定要有的话 我们应该是不是要限制在 例如说3%之类 我们有会定出一个标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接下来除了可以看这件事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去观看一下 类别 各类别 各类别 好 所以例如说 我们刚刚都画过这些图 所以直接选它 直接选这一张 复制 复制应该没有问题哦 然后贴上 贴到产品分类 贴上 然后再把这边是不是有 有销 有销 类别 复制 然后贴上 这我们都不再重画了 甚至我们是不是客户分类里面 还有复制 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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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它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想这些 因为刚刚都交过 所以不用去重复做 那这边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所有的产品名称列出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这个详细资料 然后 接下来 就是 这个字的颜色 我比较喜欢是黑色 好 然后资料行的标题 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好 我们现在继续来观看一下 这个是产品的名称 再接下来呢 是不是可以再增加销售额 然后利润 还有出贸利率 出贸利率 但这样的话是不是 因为产品的名称实在太大了 所以稍微把它缩小一点 这个稍微缩小一点 好 重点是我们现在要点这个C产品 出贸利率 出贸利率 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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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C产品 然后我们会想要看的还是桌子 桌子 所以Ctrl 键按住 点一下桌子 然后我们去观看一下 这些全部都是桌子 全部都是桌子 你看单就这个桌子 桌子在家具里面 居然占了0.9个百万 好 那这边出贸利率 最卖的最不好的产品是什么 是这个 这个咖啡桌 培训桌 还有电脑桌 这几种桌子 还有咖啡桌 木桌 圆桌 好 如果你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看 这边销售额 销售4000 然后利润是-5700 可是这应该都是成品 对不对 这应该是成品 也就是说买空卖空的方式 这不是生产 因为它是一家超市公司 什么都有卖 例如说卖桌子 然后在这边买进来 然后再卖给他的客户 那所以请问一下 为什么会有产生这些利润 的一个负的利润 这应该是很值得我们来去研究跟思考的 你们说对不对 然后这边有看到 是不是整个直接列出来 是不是可以方便我们来去说这个故事 而且有89项 光是桌子有这89项 而且我们先来去观看一下 假如说我只看桌子 这89项 几乎都是负的 你有看到吗 没有一个是正的 并不是我现在只有点 我不是说只有点这个十一财米 我现在只有点这个桌子 点了桌子之后 你看全部都是负的 到这边 到这边 有看到吗 这些不是负的 来看到有转的 直到这边 所以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各位 这里面桌子 大部分都是负的 三分之二左右 全部都是负的 然后接下来一般的很少 然后其他都是A的 好 那我想就暂时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这样子的内容 那请你们动手来去完成 大家可以把你淹出来 这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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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